全部都不行 有炸、有雞腿、還有火腿 本身雞腿我喜歡吃的 但現在就不敢吃了 這個四寶飯是完全不能吃的 有兩塊五餐肉 兩塊火腿 兩條腸仔 泡飯這些就適合吃了 吃餐飲料都要這麼簡窄 其實對擺入口的食物這麼精挑細選 是大腸癌患者的日常生活 大家好 我叫Rebecca 今年28歲 在2019年26歲的時候 確診了腸癌三期 有一天我持續肚痛 想嘔吐 頂到OT的時候 同事發現你不對勁 你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又整天都吐 吐白泡 同事就馬上載我去醫院 一進到醫院做詳細檢查之後 就發現我有很嚴重的貧血 他就跟我說如果你遲一天入醫院的話 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 調了CT之後就在一個 清潔腸的位置 有一個10cm的腫瘤 據統計 大腸癌在2018年 一共有5634個新症 成為香港常見癌症的第一位 而年輕人佔整體大腸癌的數字 都是偏低 以25歲至29歲為例 2018年有16個人患癌 只是佔總數的0.7% 即使在1983年 亦都只得22人患癌 可見大腸癌在本港 並未有明顯的年輕化趨勢 大腸癌其實分為傑腸癌和直腸癌 傑腸癌在左邊和右邊的分佈 研究少許不同 但整體來說 大概在右邊的是30% 左邊是70% 腫瘤在左邊 瀑布的不舒服 有些病人因為腫瘤越來越大 有很微的滲血 但經一段時間後 可能導致到瀑血 其實知道的時候 是沒有太大感覺的 因為醫生跟我說 你有10cm的瘤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預約了做手術的日子 其實他當初提出給我 他會切了腸部份 接著切旁邊的淋巴 再切肌肉 然後再放貼片 就會令到你的肚子 會有7至8cm的傷痕 我就哭著跟醫生說 我不想留這麼大花 我還要穿漂亮的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那次特別貪 醫生經商量之後 就決定幫Rebecca 用微創方法做手術 特點是可以縮短術後的康復時間 和傷口比較小 其實這就是手術的傷口位 不是很明顯的 是在肚臍開了 到現在還殺了 做完手術 我出院那天 醫生就跟我說過報告 我是在那時才知道我自己是癌症 Rebecca最後確診患上第三期腸癌 意思是癌細胞除了在腸之外 已經轉移到附近的四顆淋巴 在這批病人裏面 我們都會建議要維期六個月的化療 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打化二針加食藥 病人就需要打一針 之後吃兩個禮拜藥 每三個星期一個療程 他選擇了全部用吊針的方法 入院三天兩夜48小時的化療 就要每兩個星期一次做十二次 用中央導管 他用在手上 第二個方法就是等一個鎖骨的下面 最終都是等 那條管最入都是等在一個大靜脈 心理上的痛苦我想都是那堆副作用 其實會上吐、扣痛、便秘 還有周身骨痛 最重要的人就是真的很累 因為化療時的人處於太虛弱的關係 其實你什麼都做不到 簡單到你拿一隻匙羹的氣力都沒有 又或者你起床的氣力都沒有 去到那些時候就會替自己不開心 為什麼這麼少的事情都做不到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真是處於一個人生最低的點 很難真的起床 但是就靠自己的心態要改變 我沒理由 我24小時都是帶著一個病人的身份去生活 我也有其他的興趣 對於我有煮飯、看韓劇、跳K-pop、彈琴 今天晚上做手術或在家裡 悶悶又吃不到很想吃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上YouTube看 看別人吃東西 但其實一直看的時候 我自己在吃白燭 門口貼著這張就是要努力 好看就要努力 我對男朋友說 我會努力好好養好身子 然後結婚生日 那我會努力 我會努力 人生就像一个闹钟一样 叫醒了当时的自己 我现在想起以前 都真的挺像一个典型的社畜 早上九晚五 我就回正职 逢天晚上的时候 我一不就上学 一不就会去做拍探 我星期六日会去教琴 教韩文 变相令到自己的节奏是很远的 现在想起以前这么努力上班赚钱 你和机器没有什么分别 生命里面不仅仅是工作 也跟死神刷身而过 可能接触死亡 你会知道人生命很短暂 而且很脆弱 这两个是我朋友 那是我妈咪的同学 我们叫她做娜姐 偷王勒哥 发现有肿瘤 我都觉得很恶言 明明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 我们答应了她 我们直接把毕业袍买了下来 就算她禁止了也好 我们就下年 我们可以再跟她一起拍毕业照 是的 还有我们会常常WhatsApp她 她做完手术之后 她还未醒 我们是一直在网络 我们一直在网络 就一直在网络 对 对 有过这样的病 其实反过来 是需要身边的人 支持 给多些关心 支持 她以前是一个不愿意休息的人 病了之后 我觉得她 注重了她的生命 我认为她的状态 是放弱了的 我觉得是 蛤?真的假的? 是我们一直在网络 除了朋友的支持 如果又和路人可以完全理解患病的切身痛苦 将会是一个极为珍贵的陪伴 谈最多是说可能是面对家人的那种担心 说家人不太明白我们的处境 家长也好朋友也好 他们觉得 咦?你现在走得走得 又去行山又跳舞 那就是没事了 对吗? 很多坊间的机构 都是教一个年轻的人 如何去照顾一个年长的 癌症患者 但是就缺乏了我们这一层 你要一个癌症康复者去重返职场 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关口 我是因为请假这一件事 真的很大压力 完全真的很大压力 我当时是睡不着的 其实聊完都是这些 互相伸伸伸伸得正 我伸完大家就没什么 很辛苦时会自招一下 我自称是抗癌大使 然后她会在巴士上看到一些 宣传大腸癌西财的广告 她会自拍给我看 我完整了 那第一个复诊就会打给Rebecca 我明天就三日两夜了 明天就三日两夜了 然后她说帮我装上PICC 但当我听完Rebecca 已经说了装上PICC的过程 是怎样去护理的时候 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就会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们年轻的患者 始终处于刚刚人生起步的阶段 家庭 事业 爱情 甚至是我们将来的人生规划 其实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想这些 其实年轻的患者 会觉得我往后这几十年 都会背着一个模型的炸弹 其实这件事 令到我们都很有担忧 我可以叫做鱼眼共存 其实这个炸弹永远都有 只是你会把这个炸弹放在身上 还是把这个炸弹移走 我现在可能是追求 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目标 可能是身体健康 我不会说有什么成功 或者在工作上有什么成就 我就不会再想这些 我会很珍惜我现在所有的事 早上我看到很美的花 又太阳出 我就会觉得我很开心 我好一个很好的天气 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件事的时候 就算我死了 我都不会后悔 如果你对片中的内容有深切感受 有话想跟大家分享 请即登入QR Code 告诉我们 让其他人了解更多